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们的病菌大部分都是蛋白质做的 所以这个是化学式的表层防御 它有几个特征 先天性免疫系统有几个特征 就是它没有记忆 它没有记忆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不需要记忆 面试的攻击 你只要一进来 我发现你不是我自己人 我现在马上要杀你 这个是立即式的免疫系统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免疫系统 叫适应性免疫系统 就是如果现在我们病菌已经经过这个表层防御 因为它可以易容啊 或变形啊 让我们的这个表层的免疫系统找不到它 它已经溜进来了 那现在它进来的话 这个坏人我们叫它做抗原 我们的适应性免疫系统就可以按照这个抗原的样子 去做一个抗体去杀它 你可以看到这是做好好的 这一类免疫系统的特征就是它有记忆 因为它现在要记住这个东西长相 它很特定就是它专门是为这个东西去制造抗体的 那可是它是延迟的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要研究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 然后去制造抗体 专门去杀它的话 我的这个时间需要有点时间 所以它有延迟性 如果说我们的免疫系统现在抓到这个坏人 它现在就可以开始发炎 发炎其实是痊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那可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吃消炎药 或者是退烧药的话 它的这个痊愈过程就被打断了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终止这个暂停运作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吃这类药物 其实你是会延长自己的病情 可是如果你没有吃它的话 让身体自然去运作的话 你可能就会开始发烧 我们身体发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发烧可以杀菌 我们身体的体温只要稍稍高一点 病菌就会被杀死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取钙 这个温度可以把骨头里面的钙取出来 它可以跟白雪球一起运作杀敌 好 如果说现在一切运作顺利 现在杀敌成功 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这个免疫系统也会死亡 就是它在打斗的时候也会有死伤 然后这个被杀死的病菌也是死掉了 现在它就要排出去 它就是以浓或痰的形式 如果你伤口现在就可能就有浓 然后如果其他的话就可能有痰 现在可能就会引发咳嗽的症状 因为你要把它排出去 那所以我现在要提醒你们是 现在发烧或者是咳嗽这些症状 这些生病的症状都不是坏事 都是在告诉你的免疫系统正在运作 好 假设你的先天性免疫系统现在是一个城墙 我们就防御外敌 但是你的适应性免疫系统就是在城墙后面 等着要抓敌人 那很多人都会说先天性免疫系统没有记忆 所以它比适应性的弱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它们两个其实是各司其职 其实它们做的事情根本就不一样 好 那它们是要互相合作 才是可以抵御外敌 所以先天性跟适应性是一样强 其实我们先天性的免疫系统是我们最古老的免疫系统 也是最全面的 好 那现在如果我们先天性免疫系统 跟适应性免疫系统可以一起合作的话 我们其实是不怕传染病的 因为它们两个只要合作无见的话 什么敌人都抓得到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支援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吃其实最重要 因为食物就是支援免疫系统最大的来源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吃才可以提升免疫系统呢 第一个叫均衡营养的饮食 第二个是整日补水 当我们有均衡的饮食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平衡血糖的功能 平衡胃酸的功能 跟平衡肠菌的功能 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作用 在1951年的时候 Dr. Benjamin Sandler就写了一本书 叫Diet Prevent Polio 饮食能预防小儿麻痹 为什么他那时候写这本书呢 因为那个时候小儿麻痹的疫苗还没有发展出来 所以这个医生就非常想知道 我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让大家不得小儿麻痹 他就发现只要人的血糖不掉下来 这些人就不会得小儿麻痹 他得小儿麻痹的病人 都是因为他发现他们的血糖有震荡的情况 掉下来的情况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都很喜欢吃这个地瓜 因为我们都觉得它是非常营养丰富 所以它可以增强免疫力 地瓜是非常营养没错 但是它也有非常多的糖分 一个中型的地瓜 大概就有八粒方糖的糖量 如果你单独吃的话 现在就会震荡你的血糖 因为血糖会冲上去又会掉下来 当它掉下来的时候 压力荷尔蒙就要出来工作 我们的压力荷尔蒙能够抑制免疫力 因为它当初设计是为了要跟猛兽搏斗逃跑用的 所以现在如果说你在跟猛兽搏斗逃跑的时候 是不可以发炎的 因为发炎的时候会痛 就不能动 所以它是抑制免疫力的 那你怎么知道呢 其实看你的固醇类药物就知道 你固醇类药物一吃就消炎 也就是因为它抑制免疫力才可以消炎 好 那我们的胃酸平衡 就是饮食是均衡的时候 胃酸是平衡的 胃酸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跟盐酸一样酸 它可以拿来杀菌 然后如果说现在这个病菌通过了这个胃 它已经逃过胃酸的分解 它进入肠道 那个地方就有我们70%的免疫力等着这个病菌来 我们这个70%的身体的免疫力 在这个肠道存在的最主要原因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肠菌 有均衡的肠菌 所以如果说你均衡的饮食就有平衡的肠菌 现在你就有非常强大免疫力在那里等着它 那为什么要叫你们整日补水呢 因为我们的淋巴其实是靠水在循环的 淋巴这个经过淋巴结 我们淋巴结就好像我们血液经过肝脏一样 它就可以过滤 它就会滤过这个是敌人 它就把它抓到 然后就在那边就地正法 所以淋巴是非常重要的免疫系统 那你的淋巴是靠水循环 所以你如果不喝水 淋巴就非常难循环 它脚不循环就抓不到敌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除了食物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免疫力的生力菌呢 如果说你现在有感染的前兆 比如说你喉咙痛啊 有点就是鼻子这个痒痒的 你就可以服用紫椎花 或是复合式维他命C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两个一起服用 佛式维他命C里面有 包含有维他命P 啤酒酵母菌 还有印度鼻壶 印度鼻壶长这个样子 很像我们的这个中国老人茶 茶壶 它就是用这个盐水 温的盐水去冲鼻子 你只要从这边进去 你只要把头歪一边冲进去 它就从另外一边流出来 桶里从这边进去 它从另外一边流出来 它的作用就是在清洗 我刚刚说的那个口腔跟鼻腔共用的这个腔 这个腔就是大部分病菌入侵的时候聚集的地方 那盐是拿来杀菌 所以它非常非常有效 好佳生我们现在已经感染了 就是已经他已经入侵了 我们能做什么支持免疫力呢 那你就可以吃鱼干油或者是鸡汤骨头汤 鱼干油是拿来消炎用的 所以当发炎过后它就可以促进消炎 鸡汤骨头汤是可以促进发炎跟消炎的速度加快 它们是最棒的东西 离子钙是拿来退烧用的 因为如果你把钙给它 它就不需要把温度升高取钙去抗敌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咳嗽了 就是鼻塞咳嗽了 最好的东西 就是化痰的东西 就是穿背琵琶膏 我现在必须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药物的副作用 如果你现在有在服用防排斥这个药物 就是你如果是有器官移植 或是固醇类药物 它们都可以抑制免疫力 综合胃酸的药物可以让你的胃酸被综合掉 所以它就没有像盐酸那么酸 它就没有办法分解病毒或病菌 抗生素会打乱你的肠道细菌的平衡 你的肠菌只要细菌不平衡 你的肠子里面70%的免疫力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如果说你有在服用这些药物 你的身体就好像在唱空尘剂一样 就没有人帮你抵御外敌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那你们要记得 固醇类的药物 不管是擦的 就是你们给小baby擦 异味性皮肤炎的这个药物 不管是擦的还是吞的 都一样会抑制免疫力 好 我刚讲的 所以血糖运作 跟这个免疫力的 这个情况 胃酸 通通都在我的 要瘦就瘦 要健康就健康 还有吃出天生 烧油 好体质里面 可以找得到 在我们要结束之前 我想你们去想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一起来想一想 为什么有这么多 打了麻疹疫苗的小朋友 还是照样得了麻疹呢 那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在这个 病菌大肆繁殖的季节里面 因为吃的好 吃的对 而躲过了这个痛苦 或者是在感染之后很快就可以复原 那我们就下集时刻教室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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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